小朋友還有他的家長們,當然我們是感到很難過 因為這個傷害有時候會造成長期的陰影 那昨天我也和周一修,就是案發當時的社會局長,有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也有,因為有接到檢舉,有行政調查,社會局、教育局 不過當時也沒有抓到證據,事實上檢調也有介入 最後還是不起訴,因為也沒有足夠的證據,所以是不起訴處分 所以我們也在討論說,如果重來一遍,怎麼去做會比較好 顯然這還是有,怎麼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的問題 因為以前去調查,我們一般去調查,也怕說大張旗鼓 會引起家長恐慌或未審宣判 可是有時候也要保護小朋友 所以在兩個當中應該怎麼做會比較恰當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事實上我也在跟黃國昌講說,這個在法律上,如果我們要進一步修法 或去找到更好平衡點,應該要怎麼做 真的啊,這一起讓人,所有的人都心碎,也都遺憾的事件 在目前的法治上面,除了過去這兩天,已經有不少跨黨派的委員 他們針對和同級少年福利與權育保障法第69條 對於媒體,在揭露相關資訊,他的標準,以及他的程度 是不是有必要要檢討之外 那我們也認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對於相關的條文裡面 在行政機關,他們就認定裁罰公布名單的認定基準 以及公布名單了以後,那個名單公布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要有更一致全國統一的標準 而不是由各個地方政府來加以處理這件事情 那黨團,在接下來的時間當中 我們也會積極地廣淡地聽取所有的學者專家 以及社會各界的意見 那不會擬具我們具體相關 更為具有未來性,以及能夠避免 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的事情 提出相關的修法的版本